第17章 如何在危机时期买进? 为什么你应该在市场恐慌之时保持冷静?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2020年3月22日早上做的事 那天是星期天 我正在前往曼哈顿区第30街和第二大道交叉路口的富威超市Fairway采购的路上 不到48小时前 S与P500收盘时跌了3.4% 离一个月前的高点下滑了32% 我记得这个是因为我一直难以说服自己 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停摆之下 市场如何能复原呢? 纽约市禁止餐厅内用 美国直栏NBA赛季已经暂停 我的邮件信箱开始收到婚礼取消的通知 我知道其他人也在恐慌 因为我收到越来越多亲友的忧心简讯 探底了吗? 我该卖掉我的股票吗? 还会比现在遭多少? 坦白说我也不知道 但我必须知道一个思考着危机的方法 来使自己以及那些找上我的人保持理智 我搭乘垫幅梯下到商店的中庭时 看到一大片各式各样在卖的鲜花 其实 鲜花贩售区一直都位于垫幅梯下来的旁边位置 只不过 这个星期天早上 我正好注意到有个人正在整理这些鲜花 就是在这一刻 我领悟到一切都会好起来 尽管我的周遭世界乱成一团 但这个人仍然在卖花 不知怎么的 那一刻一直徘徊在我脑海里 是因为它看起来有点突兀吗? 现在这种时局之下 我怎么会需要鲜花呢? 我需要罐头食物和卫生纸 但它其实不突兀 它是正常的 是常态 若卖花小贩仍然抱持希望 为何我不该抱持希望呢? 我从未把这领悟告诉任何人 但在我最需要提振心情时 它提振了我的心情 接下来 一连串的思考 使我得出一个在金融恐慌中投资的新架构 下文 我将介绍这个架构 我希望它将改变你在未来的是 厂崩盘中对于购买资产的思考方式 我撰写这张作为一个指南 让你在金融界看起来最不确定之时 能够回头参考 当完美风暴来袭时 未来总是免不了遇上这样的时刻 我希望你中温这张 若你做对了 那你买本书所付出的钱就值得了 不仅值得 是获得了很多很多倍的回报 愿投资之神必用你的灵魂 为时模式场崩盘 是买进的机会 据说 十八市金银行家巴龙罗斯柴尔德 Baron Rothschild曾说过 当市场血流成河时 就是买进的时机 滑铁路战役后的恐慌中 罗斯柴尔德凭借这座右鸣 赚了一小笔财富 那么 这句话有多真确呢 我在第十四章 使出浑身解数说服你 抱住现金 既往在市场修证时 一级市场血流成河时买进 是不治之举 因为这种事件很少见 这使得抱着现金 在多数时候对多数投资人而言 是赚不到钱的 但是 资料显示 在市场修正期间 若你有可投资现金 这可能是你能获得的最佳投资机会之一 理由很简单 假设市场中就会复原的话 市场东盘时 投资的每一块钱将比市场东盘前 七个月投资的每一块钱 成长的远远更多 为证明这点 我们想象你决定在1929年9月至1936年11月期间 每月投资100美元于美国股市 这段期间发生了1929年市场东盘 以及随后而来的复原 若你踩行这种策略 图表17-1显示 每月的100美元投资 到了美国股市于1936年11月复原时 将已经成长制多少 包含股力 经过通膨调整 如图表17-1所示 你在预计接近1932年夏天时出现的底部买进 购买的长期继续于好 在这探底期投资的每100美元 到了1936年11月将成长至440美元 大约是1930年时 投资的100美元 到了1936年时成长至150美元的三倍 图表17-1每月投资100美元于美国股市的最终成长 1929年9月至1936年11月 多数的市场崩盘不会提供这种三倍机会 但许多市场崩盘提供50%至100%的成长 这成长来自哪里 它来自一个简单的数学事实 每一个百分点的亏损将需要更高百分点的获利来补回 亏损10%需要11.11%的获利来补回 亏损20%需要25%的获利来补回 亏损50%需要100%翻倍的获利来补回 你可以在图表17-2中更清楚看出这种指数关系 图表17-2位完全弥补亏损百分比 需要多少的获利百分比 2020年3月22日 当我领悟到这世界终将熬过新冠疫情时 S与P500下跌了约33% 从图表17-2可以得知市场需要上涨50%才能完全弥补这损失 假设未来的某个时点市场将复原至其先前水准的话 2020年3月23日下一个交易日投资的每亿美元最终将成长位1.50美元 所幸是场真的复原而且是在创立实际 若的短时间复原不到6个月S与P500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在3月23日买进的人半年内就获利50% 不过就算花了多年时间来复原至先前水准 在2020年3月23日买进仍然是个好决策 为此你只需要改变你对于涨势的思考方式 改变对于涨势的思考方式 在2020年3月23日买进的好处很明显 但许多投资人害怕这模作 问题出在他们的思考方式 举例而言 若我在2020年3月22日问你 你认为要花多久的时间 市场才能补回它的33%亏损 你会如何回答 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陷到新的历史新高 亿货一年 十年 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回答 算出你对未来市场的预期年报酬率 怎么算呢 我们知道 33%的亏损 需要50%的获利才能补回 因此 一旦知道你预期多久才能补回亏损 我就能把50%的上涨率 转换成一个年上涨率 计算公式如下 预期年报酬率等于 一加补回亏损所需之获利百分号 一补回亏损需要花的年数 亦我们知道补回亏损所需之获利百分号是50% 把这数字带入公式后 简化此公式 预期年报酬率等于1.5 亦补回亏损需要花的年数 因此 若你认为市场完全复原 而补回亏损将花 一年 那么 你预期的市场年报酬率位 百分之五十两年 那么 你预期的市场年报酬率位 百分之二十二三年 那么 你预期的市场年报酬率位 百分之十四四年 那么 你预期的市场年报酬率位 百分之十一五年 那么 你预期的市场年报酬率位 百分之八当时 我认为市场将需要花一到两年才能复原 这意味的是 我在2020年3月23日 投资的每亿美元 在那两年期间 可能平均一年成长百分之二十二 或更高 更重要的是 纵使是那些预期市场复原得花五年的人 若他们在2020年3月23日买进 也会获得百分之八的年报酬率 这百分之八的报酬率 非常向近于美国股市的长期年均报酬率 所以 在这危机时期买进 根本是不花脑筋就能明白的道理 就算是市场花上五年才复原的情境 你仍然能在等待的同时 赚的百分之八的年均报酬率 这个逻辑也可被用于任何未来的市场危机 任何时候市场下挫至少百分之三十时 若你买进的话 你未来的年均报酬率通常会相当不错 若你在1920年至2020年期间 任何一个美国股市下跌百分之三十 或更多的月份买进 你的年均报酬率分布情形如图表17-3 这些报酬率的计算期间 是从股市首见下跌百分之三十或更高时 直到下次出现历史新高时 图表17-3隐含的意思是 若你在市场下跌至少百分之三十时买进 直到下次出现历史新高的这段复原期间 你的年均报酬率基于百分之零至百分之五 包含股利 经过通膨调整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十 事实上 有过半数的时候 你在复原期的年均报酬率将大于百分之十 把年均报酬率百分之零至百分之五 和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频率加起来 总计不到百分之五十 图表17-3市场下跌百分之三十或更高时买进的年均报酬率 若我们只看1920年至2020年 美国股市下跌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那些期间 你的未来报酬率将更诱人 如图表17-4所示 当美国股市重挫百分之五十时 直到下次出现历史新高的这段期间 年均报酬率通常超过百分之二十五 这意味的是 当你看到市场下跌了百分之五十或更高时 就是低档不获的大好时机 你能投资多少就投资多少 图表17-4市场下跌百分之五十 或更高时买进的年均报酬率 当然啦 你可能没有很多的可投资现金来善加 利用这些先少发生的市场动荡 因为在这种时候通常伴随更广泛的经济不确定性 不过若你有现金可以投资的话 历史资料显示 利用这机会买进是明智之举 那些不快速复原的市场呢 本章的分析假设股市在今年这十年间就从大崩盘复原 虽然多数时候这假设成立 但也有值得注意的例外 例如到了30年后的2020年年底 日本股市仍然低于它在1989年12月创下的历史新高点 如图表17-5所示 图表17-5过了30年 日本股市仍然低于1989年12月的历史新高点 我每次讨论长期投资的重要性时 日本都是一个重要的反例 但也有其他反例 例如2020年年底 俄罗斯股市重挫50% 希腊股市相较于2008年时的高点 下跌了98% 这些市场会复原吗 我不知道 不过我们不该让例外改写法则 那就是大多数股市在大多数时候呈现上扬趋势 固然在更长时期 偶尔会出现糟糕期 就连美国股市也有2000年至2010年这段失落的10年 但是在多个10年的时间轴下 一个股市亏钱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分析39个已开发国家的股市 自1841年至2019年的报酬率后 研究人员估计 30年投资期报酬率输给通膨率的可能性为12% 93这意味的是 一个投资人在一特定股市投资30年 其购买力将降低的可能性大约是1% 日本股市就是这其中的一例 有人可能觉得这很吓人 但这研究结果使我对全球股市的信心增加 而非降低 因为它隐含的是 一股市使投资人长期的购买力提高的可能性是7% 我喜欢这样的可能性水准 但更重要的是 这些研究人员的估计是基于对股市的单一笔投资 而非定期购买 例如 若你在1989年日本股市的风期投资你的所有现金 这笔投资在30年后的购买力将降低 但是 散户投资人有多长做出这重景投资一次股市的大额财务决策呢 几乎没有 多数人会涨期多次购买生财资产 而非仅仅一次 若你采行这种定期购买 而非采行单一一次投资 那么 在多个十年的时间轴下 亏钱的可能性更低 举例而言 若你在1980年至2020年年底这段期间的每个交易日 投资一美元于日本股市 你的投资资产仍然会在这40年期间 为你赚的些许的正报酬率 如图表17-6所示 这四个十年期间当中 有一些让你的投资资产价值超过你的成本基础 以及你的投资本金 一些十年期间则否 图表17-6 每天投资一美元于日本股市的投资资产价值 VS成本基础 市值黑色曲线高于成本基础灰色直线 代表你的投资赚得正报酬率 市值低于成本基础 代表你的投资赚得负报酬率 你可以看到 到了2020年年底 这40年期的总报酬率是些许的正报酬率 虽不是优异成果 但考虑到日本股市 有过去30年间史上最糟的股市表现之一 这仍然算不错了 日本股市历史 虽然在一些股市 你可能在数十年期间亏钱 但若你跟多数投资人一样 历经10日的分批投资 亏钱的可能性就明显降低 尽管如此 在一次危机期间 仍然会有一些人 以日本和其他例子作为借口 抱着现金 直到尘埃落定 不过 等到尘埃落定之时 市场通常已经走上涨势了 那些太害怕而不敢进场的人 最终将落于人后 我在2020年3月亲眼目睹这种情形 我很确定未来将再看到这种情形 但若你仍然太害怕而不敢在危机时期买进 我也不会怪你 毕竟 在整个历史中 很容易找到事后看来这样做很傻的例子 但是 我们不能根据例外或是可能发生的情形 来做出投资决策 因为这磨一来 我们就永远不会投资了 诚如哲学家尼采 Frederic Nietzsche所言 忽视过去 你将丧失一只眼睛 活在过去 你将丧失两只眼睛 知道历史 这当然重要 但执着于历史 可能导致我们迷路 所以 我们必须根据资料告诉我们的来投资 著名财经教授杰洛米·西格尔 给出了最惊涕的结论 相较于历史证据的刻骨铭心 恐惧心理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更大 这是我最喜欢的投资名言 也是唯一构式合作为本章结语的投资名言 我只能希望 下次遇上市场血流成何时 这句话能提供你心理上的坚毅 继续买进 讨论完如何在最黑暗时期买进资产 接下来探讨一个更困难的疑问 你应该在何时卖出 接下来探访起来的比较纸巾